Hello大家好 我是孟琳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我的第一支YouTube视频 哦不是 上周上了两支Vlog 这是第一支坐下来录的视频 要录这些视频的原因呢 是经常身边有一些和我同龄的朋友 叫我教一下怎么化妆 我呢不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只是喜欢而已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兴趣呢 就跟我一起来看看我的日常妆是怎么化的吧 好那我现在脸上呢已经涂好 呼呼品和防晒霜了 下面我们先来用一个妆前乳 今天呢选的是Benefit的这个Porefessional 之前用过几个产品的这种 Silicon Base的妆前乳 觉得这款是最好用的 我先买了一个小样 试了几次觉得它修饰毛孔的作用很不错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正妆的 那么我就挤一点点 那么多就够了 然后主要是涂在鼻头和鼻翼两侧 鼻孔比较明显的地方 涂均匀就好了 那下面一步呢就是上粉底液 我今天选的粉底呢是这个YSL的 All Hours Foundation 这款的遮瑕力还不错 也蛮水润的 对我这种干性皮肤来讲呢比较适合 我大概是用两个Pum 先用手给它点在均匀的分布在脸上 涂粉底液呢 我有时候用美妆袋 有时候用粉底刷 今天我就用手来给它推开就好了 中年人的皮肤 比较容易有暗沉 色斑 雀斑 老年斑之内的斑点 所以涂粉底液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肤色比较均匀一点 但是有时候如果完全盖不掉斑点呢 也不要刻意去盖 因为粉底肤的越厚的话 它越显皱纹 就会看起来比较老 所以既要让肤色显得均匀 又不能那么明显的显示皱纹 或者是毛孔 这个呢就要我们在这两个之间平衡 OK 我看一下 土均匀了没有 OK 基本上可以了 下面呢 我想用一个遮瑕膏 来遮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 今天还是选的 YSL的这个 Medium遮瑕膏 黑眼圈稍微遮一下 这个呢 就可以用湿了的 在湿了水的美妆袋 来把它按匀 OK 下面呢 我要用一个散粉来定一下妆 今天用的散粉是这个 It Cosmetics的 Bye Bye Paul 蘸很少一点点粉就行了 刷在全脸上 OK 下面呢 我们要来画眉毛 眉毛之前呢 要把眉形稍微的修一下 如果你从来没有画过眉毛 从来没有修过眉毛 眉毛又没什么形状的话 就先要把眉毛修出一个形状来 那可以用这种修眉刀刮眉的 就是看一下 大概把眉毛 多余的部分 就可以用这个刀 轻轻的给它刮掉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修眉的话呢 可以请这个Professional的美容师 第一次帮你画一下 或者帮你修一下 那之后呢 你就照着那个形状修就好了 我的眉毛 因为年轻的时候修过以后 它就不怎么长了 所以呢 我今天也没有多余的杂毛 修给你们看 那大概呢 就是这样子 把不需要的多余的部分 给它刮掉 OK 眉毛修好之后 肯定还是不完美的形状 那下面我们就要用眉笔 来把它画成一个你想要的形状 我今天选的这一支 是Mac的眉笔 它一头是很细的这个铅笔 另外一头是螺旋的毛刷 那在画眉毛之前呢 我们先要找准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眉头 眉头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就用这根眉笔哈 是比一下 是在鼻孔中央 把鼻孔 连鼻孔中央和眼的内角 连成一条线 上方和眉毛交界的地方 我们在这画一个点 这就是眉头的位置 下面一个是眉峰的位置呢 从鼻翼外圆到黑眼球的外圆 交上去 交在这个眉毛的地方 这里就是眉峰的位置 我们再定一个点 眉尾的位置呢 是从鼻翼外侧到 外眼角的地方 连成一根线 和我们眉毛交界的地方 这个就是眉尾 OK 有了这三点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画眉毛的形状了 首先我们从眉头到眉峰 这两点之间画一条线 连接起来 然后再从眉峰这一点 画到眉尾 刚才点的这一点连成一条线 这就是我们眉毛上圆的位置 那眉毛的下圆呢 就follow我们自己的眉形 画一条线 很轻很轻的线 那现在这个眉毛的基本形状就出来了 那我们下面就要用这支笔 把我们画的这个边缘的里面 给它fill in 给它填起来 那一般我们从眉尾开始填 这种小的stroke 就是模仿这个眉发 一根一根的这个 不是长长的一根拉过去 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缺了 都填满了 但是自然的眉毛呢 但是自然的眉毛呢 它不是一根 从前到后是一样深的颜色的 它有个渐变 这个渐变的原则呢 是浅浅浅浅浅 上虚下实 那我们刚才是同样的颜色填满了 现在要把前眉头变得比较浅 我们就用这个刷子 螺旋刷子来刷它 把它的颜色刷浅一点 包括把刚才点的这个点 明显的给它刷掉 那么怎么做到上虚下实呢 我们要把上面这根线给它刷虚 那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毛刷从外面往里面刷 这样的话上面这根线就虚掉了 眉尾和眉峰应该是眉毛比较深的 最深的地方 所以刚才画的如果还不够深的话呢 我们就再加深一点 OK 那这边就画好了 现在我们来画左边 同样的一开始要找眉头的位置 眉峰的位置 和眉尾的位置 和眉尾的位置 OK 找到以后 同样的我们把眉头和眉峰连接起来 画一条横线 你画的多一点熟悉了以后呢 你就不用凉了 每次你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 然后画下面 画的时候两边看一下比较一下要比较对称 OK 这形状出来以后 下面就是fill in 用这种 OK 填满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要来把眉头给它刷蛋 把上圆给它刷虚 两边尽量对称 当然完全对称的话呢 可能也做不到 没有关系 人的五官也不是完全对称 再把眉尾和眉峰加深一点 OK 现在眉毛的形状基本就完成了 下面一步呢 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要来画眼影 画眼影之前呢 我要涂一点眼部的打底膏 我用的是这个Urban Decay的打底膏 打底膏的功能呢 是让眼睛眼皮更均匀一点 下一步上眼影的话呢 它能够贴服的好一点 我就用手指的指腹涂 这一款呢 还有一点修饰眼部颜色的作用 稍微有一点亮色 今天的眼影呢 我用NAS的这一盘WANTED来画 那首先呢 我们要用一个和皮肤颜色比较近的一个颜色 这个肉色 来打一个底 肉色画在整个眼眶上 OK 下面呢 我们用这个浅棕色 来画一个眼中部的颜色 来画一个眼中部的颜色 我是从眼的中间地方下笔 因为我想让它这个颜色在中间的部位 最显最深 然后往两边晕染 然后往两边晕染 OK 下面一个呢 我要画这个深棕色 深棕色呢 从眼角的地方开始往中间晕染 但是呢 就不要超过中线 就到中间就好了 同时往外面拉一下 眼部有抛肿情况的朋友呢 可以稍微往上一点 到这个颜 眉骨的下面 做出一个形状来 左边也是 那现在呢 边缘显得特别的突然 没有关系 我们再 还需要晕染 再用刚才的这把晕染刷 蘸这个肉色 来把 最深的这个颜色和 皮肤交界的地方 给它晕染开一下 不要显得那么的突然 好 上眼颜 晕染好了呢 我们要来在下眼颜 刷一点点 我用最深的这个深棕色 用一只小的刷笔 从眼尾 往中间 刷一点点 多了可以用手擦一下 下面最后一个颜色就是亮片色 我要用这盘的这个颜色 这个呢亮片有一点大 所以用手指来取比较好 比刷子容易 我就用无名指的指腹 蘸一点 打在 眼球正中央的上眼颜 再往眼头延展过来 让眼头也沾一点亮片色 让眼头也沾一点亮片色 OK 现在眼影的部分就完成了 眼线的部分 我用一根斜的小笔刷 蘸这一盘里面的 最深的这个棕色 来画眼线 因为我觉得初学者 用液体的眼线笔的话 比较困难 那个需要一些练习 画不好的话 很容易晕染 用这种方式呢 不容易出错 可以蘸一点 比较多的这个眼影粉 刷在 睫毛的根部 从中间往外 眼角的这个地方 可以拉出去一点点上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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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少量多次的叠加 如果画的不明显的话 可以多画几次 眼尾拉出去一点点 那画了这根眼线以后呢 眼睛就比较深邃了 看起来 看起来 OK 眼影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睫毛呢 因为我自己的睫毛 特别特别的少 又短 用睫毛夹根本就夹不住 就是夹到眼皮都夹不住睫毛 所以我如果平时上班出去逛街的话 就这样也不做什么 但是如果去参加party的话 比较重要的场合呢 我就会贴一个假睫毛 假睫毛呢 我买的是这个牌子 Kiss的 这一款呢 是比较日常的 就是比较自然looking的 但是拿出来以后 我会把它剪一下 把头 把短的那头给它剪掉 因为越长的话 越接近 内眼角的话 越不好贴 那剪掉以后呢 就大概比一下这样一个长度 不要太靠近眼角 胶 我的贴法是把胶 挤在手背上 挤大概那么一坨的样子 然后用手 用手抓住这个睫毛 把它的根部呢 在这个手上的这一坨胶上蹭 让它均匀的 蹭了一排 看的比较均匀了 比较均匀了 就可以贴了 那贴的时候呢 我们眼睛要往下看 往下看 把这个 睫毛 根贴到我们的睫毛根 推进去 然后再翻起来一点 这个胶干了以后 它自然就会 变颜色 就不白了 贴的太靠外一点 还没干之前你可以调整 再往里面去一点 如果干了的话就要重新上胶 贴的时候 贴的时候就可以 给它翻成你想要的翘度 等一下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或者就根本就不用加了 好 现在呢 我两边的假睫毛都贴好了 因为它已经足够浓密了 所以我就不涂睫毛膏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浓密的话 你可以涂 下面一步是腮红 我今天用的呢 是Steela这个 cream的腮红 这个牌子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因为我是干皮嘛 所以任何cream形式的产品 在我脸上都是受欢迎的 它有一个专门的刷子 Steela的这个专门涂这个腮红的刷子 那就是蘸一点 然后点在你的这个cheak bone上面 我喜欢 往上一点 往太阳穴的方向走一点 OK 腮红涂好了 下一步呢 我想讲一下修容 修容对于中年人来说要比较慎重 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肤色不是很均匀嘛 那好不容易用粉底 把肤色涂均匀了一点 再放一块修容上去 如果涂得不好的话 很容易被误认成是一个色斑 所以呢 就是在你的粉底 如果涂得比较均匀的情况下 在你的肤色已经比较均匀的情况下 再来涂这个修容 今天用的是Tart这一盘修容和高光盘 这个里面呢 它的这个颜色是一个有灰色调的浅棕色 这个呢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肤色 我先用一支画眉毛的小的笔 来用这个颜色修一下鼻影 那鼻影呢 我们就是从我们刚才画的这个眉头的地方 画一根线下来 这样的话 就会使得我们的鼻子显得比较挺 那脸部的修容的地方呢 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阴影的部分加重 这样呢使得脸看起来更加立体 那为了怕画不好呢 可以用一把比较大的刷子 这样的话呢画得出来不是特别明显 也不容易出错 我用了这个Make Up For Ever的这个Powder Brush 蘸一些这个颜色 然后从耳朵的前方 如果不知道在哪呢 你先做一个这样的姿势 就是缩嘴的姿势 从耳朵前方画到往这个窝这里画 然后还可以点一些在发肌线上 下颗骨的下面 OK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什么区别 那高光呢也是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因为它是特别显毛孔 显肌肤纹理的 如果画不好的话呢也是会显老 那今天出于示范的原因呢 我就做一次 如果画不好呢 就当做坊面教材 我选的是这个Artist Contour的这个粉 这个金粉非常的非常的闪亮 就取很少很少的一点 画在颧骨的最高处 能不能看到一点光 在转动脸的时候能看到一点光 眉骨的这里可以加一点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完全可以不画 这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步骤 有一点光哈 然后鼻子 鼻尖 上唇 OK 这样就好了 唇膏我今天选的是 Charlotte Tilbury这支 Walk of Shame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OK OK今天的妆容呢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今后还会做各种各样的美妆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